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这波就在四川程度 一位演奏者在比赛过程中 鼓争的弦就突然断了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立马叫停时 没想到他却镇定自若 并用其他的弦替代完成了演奏 比赛的话一般来说 我们是可以向评委申请 下台换一根弦再重新弹 为了保证乐曲呈现的完整性 我就没有选择停止演奏 而是用其他的弦来代替 我看着评论才知道 这断的弦还是最粗的那一根 看来每个好的心理素质和专业能力 还真是做不到这一点啊 没塞小场面 没塞小场面 而当小提琴演奏家 Dave Garant在演奏Asturias时 琴弦也意外断掉了 要知道这首世界名曲 一直是许多演奏者挑战的对象 可以说速度与技巧缺一不可 不过这拉出火星子的速度 难怪这琴弦都会当场去世 就说当时他自己也被这一幕惊到了 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去 赢得一众网友的好评 不过有时面对这种头发状况 首席就发挥了他们的N个作用 不是被抢走乐器就是帮忙下台换弦 真的是又可爱又好笑啊 好了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吧 哦